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你的汤底早一点熬 熬变变的汤底 这样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熬这个汤底 这个汤底通常我们都会放一下 你放猪骨 鸡骨 或者放一些生光都可以 就把它放多一点水 放一点姜在里面 就给它熬三四个钟头 熬给它出味 所以出味了好过后 这样我们就准备了 准备一下海鲜 准备看你要放什么鱼 你可以放摆苍鱼 可以放到底鱼 或者是可以放一下虾 类似的海� 所以喜欢吃小洞都可以放左洞 所以今天我分享的 我就是放刀叠 刀叠和大虾粥 首先我熬了那个汤过后 我就把这个汤倒进一个窝里面 然后我就倒这个饭 我就倒那个饭进去里面 给它滚一滚一下 放多几个香片下去 就给它熬一下 滚了过后大概五分钟 这样我就把我的鱼切片了 弄干净了 切片了放进去 所以这个鱼可能你切好了 过后你可以放一点盐 腌它一下和一点胡椒粉都可以 这样虾也是一样 所以你就把这个海鲜放进去那个汤里面 基本上鱼都是很快熟的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熟了 记得不要煮太过熟 太过熟就不好吃了 所以你做好了过后 熟了过后 你就可以加一下冬菜 冬菜你洗干净了可以加进去 然后放一点最重要的是那个调味 调好它的味道 就是一些盐 一些洗药都可以放下去 以前喜欢味精 但基本上都不需要放味精的 我今天煮的根本一滴味精都没有的 因为我不喜欢吃味精 所以我就喜欢在家就尽量吃几青蛋 都是最好 所以做好了过后 调了过后拿上来 你就可以放一下 我通常都会放一下 佐豪鱼的粉 佐豪鱼的粉 是怎样来 调出那个味道出来 然后我就会放一点 所谓的秋香蕉 然后放一点麻油 然后铺上一些葱花 和一个香蕉 这样就可以上座吃了 所以基本上那个过程 只是大概是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 就可以一家大小一个 美味的海鲜粥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方态好厨艺 三餐无优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like 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有什么提议 要我煮的话 请可以在下面留下留言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借领